好 看怎麼樣做最好的報紙 其實也做必須要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如果沒有其他的這個資教 我就這樣子跟大家做一個統整跟建議 就是說 理想跟實務我想是會 尤其是文字文會一定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問題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寧可是大家最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是要聽著大家正反雙方各方面的這個看法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原地保存 或者是異地 都要去做一個決定 但是今天因為這個 簡報的報告案 確認它有規劃的方向 我想這應該剛才已經清了 那再次就是說 從整體的一個延續性來講 就剛才文化局也特別 這個目標的立場提供了 就是從這個193年 或實際上公告一度這樣下來以後 那我們看看也有 當然也有能夠達到就是說 完全原地保存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但是就延續性來講 我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從延續性 今天委員會能夠找到一個方向 但這個方向也許不能夠完全滿一零或合一方 但如果說能夠堅固的話 把這個文資保存的這個意義發揮到最大 我想這也不是大家不能夠難選 我想這樣的建議就是說 在這種情形裡面 是不是可以朝這個方式 意思就是說我們怎麼兼顧在理論跟實務的 這樣一個最大的一個效益狀況下面 我們讓這個案子繼續往前走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大家能夠補協 達成一個共識的一個看法的話 就是原則上 還是讓今天這個報告案能夠通過 但是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達到最大的一個效益 就是說怎麼樣兼去就是說未來 就是說在整個考古的這些 不管是觀察 監看 或者是管理的這個方式 這樣的一個加強的介紹 然後能夠這樣去 把它當作也是一個附帶條件來通過 但是為了要兼顧有理論 就跟這個實務上 就剛才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們整個案子雖然這樣去通過 但是這個開發或研究或規劃單位 他應該是不是再進一個責任 就是針對最後的一個 能夠再有更大效益的可能性 就是說這個國災署這一棟 這塊土地 將來蓋這個土地大樓出入口 這個燒券場 即使在方位移地以後 方位跟同一個基地方位之內 他會不會再做一個確認的一個分析 他是不是還有可能這兩者有可能合併 就是說不損及我們前面 但是這個部分也必須做一個 附帶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在我們下一次的會議如果說 大家覺得說他絕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就文字委員會 會有這樣的一個折衷的方式 達到文字網路最大的效益 我是建議大家 這樣也不視為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一 原則上給他通過 二 附帶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下次大會 希望大家能夠再審視一下 如果說都做不到 那我們在理論事務上面 他還是要給他往前或往右 往後的一個方向 不然都停在那個地方 他可能只有這個停頓的一個效率 我想這是委員會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方向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特別提示這個台北市政府裡面 這個案子環保局應該要加入一起來思考的問題 假如像剛剛薛爾元講的一樣 那這個就是臺北市最重要的垃圾焚化的意思 垃圾焚化如所在位 將來的這個做好了以後的文字解釋 或者是文字處理 環保局應該加入了 那假如主席才是可的 我下午就要參加一個環保局的 是王評委的設定 我就會跟柳其長稍微提一下 這個對臺北市來講 這個點是臺北市走入近現代化過程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那我們文字委員上次也分別提醒了 臺北機器局游民船蓋的那個部分 應該是國定的 因為它影響的是全國 全個臺灣島 那這個至少是臺北市的第一個垃圾 就是保存的最早的垃圾文化 那麼環保局也許應該想辦法加入這個文字作業的程序 讓環保局也參與 這個我一個建議 因為主席剛好可以說 這個非常謝謝柳文 柳文剛剛這個建議 就是未來在這樣的一個特殊專業性的這個 這個生意的部分 就問自家的公司一定要把它拉起來 就是說這個邀請你一個專家 或者是怎麼樣的立場 就介入 就是說就是這個公家習慣的單位 就是說如果說有這方面特別專家 都可以來加入 好 來 大家好 我來 師傅 我來 師傅 我們看這個配置 你看 他這一小塊是私有 他可以拒絕 我們最近他換工 不可以拒絕 不可以拒絕 是一個很關門 然後我們這個是一個 這個 重要的一個 審議問題是件事 然後我們要把去 我想我們就 我們先套就法的管理 根本就是邏輯的思維 是部分 必須還是要這樣 但是剛剛主席已經做了一些的 他們有一件 就是適合的代表 這個在我們未來 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尋求一個平衡的做法 那未來委員提這個部分 是要充分拒絕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拜託 就是說未來在延續線上面 一剛開始 他就必須以文字就有五個人拒絕 就是說沒有文字的狀況下面 我不要因為所有的土地 公家的土地 而妨礙到整體城市或環境的發展 可是一旦有文字 我這個委員大家記得 這個應該也是 我講這個部分 我們就在足度來做檢視修正 好不好 那剛才兩位委員的部分 意見 包括環保局的部分 包括所有土地的部分 那中大陸 我們未來再執行相當安逸 中道的部分 就能夠把它加進來 好 如果可以的話 就照剛才這樣的一個請問 好 好 謝謝 下一題 審議案發 案有歷史建築鐵戶局 基督亂員工聯動處 所修復在利用辦理程度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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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案發 歷史建築鐵戶局 基督亂員工聯動處 修復在利用辦理期程 基督跟招商計畫 推動期程審查案 以及審議 那依據文資法 第三十條第二家 跟古基 修復在利用辦法 是三十九條 那辦理行程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九十六年 二月二十七日的時候 然後公告 鐵戶局幾乎大 員工聯動處 封立史建築 然後去經 一零二年八月十五號 第五十一次 文資會審議 原則通過 內置不營建築 檢証是 臺北市中山區 中山區中南西 進入地史建築 保存維護 另外配合後續 讀根在利用之需 極限上調查 存在進行後 公分歷史建築 同意才一致方式保存 那本局 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時候 辦理本歷史建築 管理文物訪施會堪 那一會堪結論 請內政部營建築 重新檢討本局 跟招商計畫 包括辦理期程 招商表現在利用計畫 說不再利用期程 即招商表現在利用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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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史建築修布納入第一期期程 那翔建築件二 OK 那本局在序於 在今年的7月18日 跟辦理 第十建築 訪事部刊會堪 那會堪結論 有以下三點 那第一個是請 當時的住都中心 有文到三個月內 完成修布再利用計畫 招商作業 那請當時的內政部 一建築住中心 以本局 1月25日的管理文物訪 會堪結論 提供招商計畫 跟辦理期程 然後再有為依憲 辦理的情況 在依文資法相關規定 跟法則辦理 那內政部營建築 去於今年7月31日 提送本案的 只需於107年10月2日 海布請該處以本局意見修正 那請內政部營建築 及國家住都中心說明 是否依所提及 乘於10月底前完成 歷史建築鐵路舉幾乎段 員工聯絡宿舍 說不再利用計畫招商作業 以後續說不再利用 辦理期程 集足跟招商計畫推動期程 然後這是本案的基地地集圖 跟基地建護衛組 那本案提起審議會審議B1審議決議 辦理後續 但城市廠的不斷 那再來是提兔廠商的簡報 那再來是提兔廠商的簡報 那再來是提兔廠商簡報 那再來是提兔廠商的簡報 有指標 你開罵 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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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子其實是驗署委員會主席所有權財 然後這個商務的部份有一個驗署 然後台北的市府會議及相處公務總局所管的 那本宮廳是從811號開始正式上一號 那所以7月以前的這部份都是有所謂負責參與最大一的 那從8月開始的時候 包含8月7號總局是會議 8月9月4號的總局是現場 還有就是我們請了專家學校現場來幫我們做診斷的調查 那這個案子在10月4號的時候 有透過這個影片進行的部份來做討論 就是要做這個動資的情形 所以本中心會依據這個採購法來進行 但是因為部份是立行政專法的一個啟動 所以原本是不是用這個採購法的 所以請沒辦法去做這個執行 那也會去體格公共委員會的能力 辦理過去的這個電阻系的權力 那這是一起跟公安部份的機身的扣連 那這個在椅林修復的部份 目前 下一頁 已經在校方面部的部份 做了一些架石的狀況 還有電視器的部份 還有其實屋頂的覆蓋整理的部份 那這是修復的狀況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樹木的這個修織的進行 那這個部份就是說 我現在申請大陸同意的事情是說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需要去取得一些相關的同意之後呢 我們該把這個部份去做算招商的 就是徵選一個建築師的部份 然後來處理這件事 所以申請鼓勵在這裡 那麼 好 好 正對剛剛的報告 各位委員會有什麼想法 報告就是這個部分主要是 主要是他的修復期程 因為這個民眾有舉報 舉報他現在跟他十幾年前大英的時候的狀態已經完全不同 那這一塊土地的部分又非常慢 所以整個情況可能會整片異見 大概最後都沒有辦法修復 所以請他做完以後請到上面 那原先他們大英的時候好像進行交通 所以請他來報告只要是騎乘上他的問題 現在主要的關鍵是他騎乘又要往後延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下也想請教那個委員怎麼辦 因為我們一樣我們當初給他的缺口是 他可以再度跟完成以後才做好 結果他現在會導致整個意見的損壞 那其實我們都會被社會大眾去罵這個地方十幾年沒有處理 然後甚至將來調查起來也是這樣的 規定我們懲犯的主管機關非常地吃虧一種 那想請教委員怎麼辦 這個案子一樣真的是當初留了一個尾巴 讓我們家都更完成再做 結果我們現在去看完全都快垮了 沒有一棟好的 那民眾就舉報說市政府不去管理這些事情 那我們大概去年也去督導過兩次以上 請他們處理他們說會在今年盡快做 可是今天看到的是騎乘再往後延怎麼辦 來 不可疑不可疑就是主管 對啊委員要救我們 委員及各位委員是內政部平建署的代表 那這個案子其實稱呼了一個剛才文化局 所以說的這個其實當初我提起是做的 但是因為為什麼跟騎乘會往後延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就跟前面案子是一樣 我們是用都市更新來做 原來是要裡面當初就已經排定要進行都市情況變更 可是後來市政府又出了一個規定 就是說所有的公有單位裡面要做都市更新的 要先送一個都市設計審議 所以中間又被都市設計審議卡了一年 第二個送都市計畫變更的時候又在市政府又卡了兩年 所以這個整個的騎乘會去delay到 是因為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文化局跟各委員去我們現場看 要求我們做現場的一些歷史建物的保存 書枝圍牆膏 屋頂一個家蓋房屋等工作 剛才我們的那個代表又在這邊跟各位委員做報告 這個部分都有做了 那我們現在所要跟各位委員去請責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是不願意做 而是因為基於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的規定 所以要在幾個月的時間內 讓我們的那個國家出租中心 讓他們可以在採購法上面去做一個登記 可以用採購法的這個方式來做招標 所以還需要在幾個月的時間去做這樣子的往後面 那後面所以這是導致我們不能做的原因 而不是我們不願意做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說請求各位委員同意 我們再把這個時間往後面 我們所有的預算計畫 招標文件都已經準備了 他這最後的一個步驟 那在這個整個的期間 我們會依照文化局跟各位委員的指示 在這中間的不管是建物的一個保存 一個巡查巡邏 然後把我房宅等等 這個我們哪會繼續來辦 以上報告 這樣好了 就是他不同意延後也沒辦法 我們上次有去看 如果委員今天不同意 那我們就用罰則辦 那他做不到是他的事情 那罰則上是代表 就是那個管理委婦修復的部分 對 罰多少 罰多少 是罰錢還是什麼 罰錢的部分可能 另外就是另外才可以 另外就是處罰了 對 像我的話就是說 他要今天提議他要延多久 延三個月嘛 延三個月嘛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還是讓他有最大的效益 如果三個月大家勉強可以接受 我們是不是還是同意他 但是剛才是零件署 零件署代表提的就是說 文化局給他其項要求 包括這個期間 希望他能夠做到哪些回覆管理的 那如果說他能夠照辦 我覺得這已經算是不錯了 那如果說不能照辦 我們就啟動那個罰則的規定 好不好 然後也帶過零件署 就是說能夠經濟的能夠達成 但是你們也有權力提出來 這當然提到就是說 如果市政府 相關單位 他應配合而會配合 我們也要提議 好不好 就是說希望大家都秉持 公共習慣 彼此 能夠加強聯繫合作的精神 就是說文化局給他一些建議的要求 這個零件署 稍微三個月 如果在三個月期間 如果有市政府相關的地方 可以或應該協助的思想 歡迎你們提起文化 好來 各位 請問你們要分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你們已經去約聖規定 去做照標文件 另外一個是現在的報復 對 報復數字的一些文件 現在的報復 這兩件事 這個報復 這個部分還是要提供 對於基督都有提到 對 有沒有做 這個部分還是要提出 對 這個部分就是大家講的 通報復三個 給他三個月 給他要求 給他三個月 給他要求 給他三個月 這就是請那個要請一下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這三個月還沒開始起算 不是從今天會議決議之後 所以執行的細節 我們會後 開始麻煩來補導 或什麼 大家可以去做 現在應該要講清楚 否則現在那個同學取得那個部分 現在你要講清楚 我就退個散會了 有關於這個部分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如果本府相關機關 因半可以提出來 好不好 就是說 我不是在這邊講的 這是公開 他該做的要做好不好 他應該只能做的 那沒什麼好講的 該你們做的要做好不好 因為反正最後 真的不行的時候 就會起動發展 好 你這樣還會的 好 我想聽一下 提下的是 設計立刻上澳門民學校東諺 喜歡 請 banks 健 Feed 於 98 年 7 月 28 日公告執行為試定補給 目前由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學系管理 臺灣大學委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辦理等補給修復期待用計畫 本居於 107 年 3 月 23 日辦理審查會議 結論為 計劃收證後 以補給修復期待用辦法 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會審議 會議記錄請委員享樂復健 臺灣大學續檢送修正計畫書及意見修正對照表過局 該校並依文字法第 24 條第 5 項及補給修復期待用辦法 第 18 條規定於 10 年 10 月 11 日辦理說明會 本案依據補給修復期待用辦法 提送等審議會審查 至於補給公告 地及地刑圖 本案基地建物位於台南公館校區 基隆錄測農場H 普及現況照片 禮辦 合案提行審查 審議會審查 並起台灣大學依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都會比賽利用示威 讓他多次審查 結果稱呼 提出 宣傳給郭先生 賀恩 還有什麼報案 拔罵到有要錢燒嗎 請問 如果懶惰到有要錢燒嗎 請問他有要錢燒嗎 現場跟社區在花園來做的一些鼓勵 這個高等學校是一個失望的歷史 前台灣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學校 大家知道有台灣大學台北地大很多 台北地大之前的高等學校 幾乎沒有人知道 這個歷史剛剛留出來以後 就很多跟有關聯的 學校 參考 做三個房間的長門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